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用了中置发动机的布局 相比于中前置或者是前置发动机布局 中置发动机就更有利于重心的配比以及极限的操控 也就是它的发动机其实在它的驾驶员的背后 好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台漂亮的蓝色C8代科尔维特 C8代科尔维特车头和之前C7代还是比较像的 整个车灯的神态还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以细看整个车头有很多尖锐的棱角 有一些像比如说之前的F117隐形战斗机那种 见能见脚的感觉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车头logo仍然是在科尔维特专属的一个logo 类似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有一点像50的那个logo 但是它其实能看出它左边是一个黑白旗的赛道的旗帜 右边是一个雪佛兰的小logo 好 我们去看看后面后面是C8代科尔维特改变的重点 来到了侧后方这个视角 首先这个尾灯和之前的造型都很相似 但是从这个视角来看明显感觉这是 类似于麦凯伦那个样子的车了 之前有很多人说科尔维特不算超跑 因为它美国卖的很便宜 我们等会说价格 但是现在这个造型是完完全全的欧式中置引擎超跑的造型 车尾跟驾驶舱的后排感觉距离很长 因为它的发动机是放在这 并且在蓝色版本还是一个敞篷版 有点类似于比如说保时捷的Targa的那种敞篷 它是一个折叠的篷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然后篷子可以盖上 并且盖篷的速度很快 十几秒就能完成开闭 还能在行走的过程中完成开闭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它的这个围绕流还是做的非常的夸张 要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版本的克尔维特 克尔维特在往后面 还有比如说什么Z06等等 其他的一些高性能的版本都没有 这是普通版本的 所以这个围绕流已经是比较夸张了 但是不夸张的是这边一个双边四处的排气 整个排气桶的直径还非常小 我这个大概是我半个拳头能C进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排气还要做的再夸张一点就好 和它的底盘布局一样 克尔维特C8的内饰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内饰还是很有超级跑车的感觉 方向盘是一个方形的方向盘 现在这种类似于纯方形的方向盘还是很少见的 手感还是非常的好 它是一个双幅的 类似于飞机的方向盘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一个连铁的大屏 我估计也是取自于一些欧系厂商的设计风格 这边它的换挡变成了按键还是很有科技感 旁边有一个类似于上一代奔驰Command系统的 这么一个操作的旋钮 这个造型也很像 然后这边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粗细 因为都是一个比较雪佛兰化的物理的按键 是控制空调座椅加热等等 这一条如果能设计的更精致一点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好用的触控的按键 整个内饰的科技感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剩下的部分因为是一个敞篷版 所以非常的开阔 而我身后就是一具6.2升的LT2的战径器 V8的发动机 这是一个新的发动机 相比于之前的C7代车型 功率有所提高 这台车上是502马力 637牛米 0到60英里 也就是0到96公里的加速雪佛兰 官方宣称是低于3秒 很恐怖很恐怖的 大概就是和法拉尼488是同等性能的超跑 但是这个车很便宜 我刚才说过是美国的美系国宝级跑车 你们知道美系跑车都很便宜 那些科曼罗那些野马的八缸车型也很便宜 这台车在美国的入门的版本 售价是刚好是6万美元 6万美元你能买到一个什么车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宝法的M2 售价是58000到59000美元起步 M4大概是64000美元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车在美国卖的还没有M4贵 但是它是488的造型488的性能 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车 而至于引进国内的计划 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并且这个车因为是6.2的发动机 排量税值非常非常吃亏了 所以如果引进国内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价格 所以老板们你们准备好钞票了吗 喜欢记得分享哦